另外第一个关注的是Tesla Tesla中长线继续坐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 如果手上资金都充足的话 看到现在都920多美金 会不会有机会再低一些价创 会不会再穿下去 我觉得可以不用急 看Tesla我同意 长线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因为长线是看基本业务 业务上是真的多憧憬 多好的看法 这些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 即使你过去炒到1200 或者现在下回900多 都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觉得都是这些因素 但问题就是 純粹从短期的股价 或者个别一些 可能你赶上Elon Musk股权的 股货的因素来看 明显是短期Tesla的势是弱了的 我想一方面过去真的炒到1200 那一段太急了 其实之前记得他在这里说过 看法是好 但是去到1200元其实已经投资了 未来几年的业绩的预期 所以是有一个调整的风险在这里 所以之后刚刚又加上Elon Musk的减持 那个因素 所以明显是整个小孩都弱了 其实同步地不是只是Tesla 你赶上过去那段时间炒得很厉害 Vivian 这些全部都近期 都想得更多了 所以都已经整个版法的气氛是转弱了的了 所以我想这些位置 你说要资金充裕可以慢慢去吸 我觉得不需要太急 还有美股好像真的都是一股一股 所以就弹性上都大 我想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慢慢去加跌 慢慢去加跌 真是负一个中长线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负短期 就是如果你这刻买完 你想短线可能炒上去1100 1200 流上我觉得就比较难 因为纯粹比较小 其实明显是比较差